撒末尔记下第十五章 此后,压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压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颂要去求王判断的,压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 你是哪一臣的人? 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压沙龙对他说 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恨不得我做国中的适施,凡有征颂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 若有人进前来要拜压沙龙,压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 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压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 这样,压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满了四十年,压沙龙对王说 求你,祝我往西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 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曾许愿说 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压沙龙就起身往西伯伦去了 压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 你们一听见绞声就说,压沙龙在西伯伦做王了 压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二百人与他同去 都是诚诚诚诚诚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 压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却将大魏的谋士 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 于是,叛逆的士派甚大 因为随从压沙龙的人名日渐增多 有人报告大魏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压沙龙啊 大魏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 我们要起来逃走 不然都不能躲避压沙龙了 要速速地去 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 用刀杀尽何称的人 我主我王所定的 仆人都愿遵行 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 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 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 到伯墨哈就住下了 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 吉利提人,比利提人 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 也都在他面前过去 王对加特人以太说 你是外邦逃来的人 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 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 或者回你本地去吧 你来的日子不多 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 没有一定的住处呢 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 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带你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又敢在王面前启示 无论生死 王在哪里 忽然也必在那里 你前去过河吧 于是 加特人以太 带着跟随他的人 和所有的妇人孩子 就都过去了 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 众民进都过去 王也过了几轮溪 众民往旷野去了 萨都和台神约柜的立位人 也一同来了 将神的约柜放下 亚比亚他上来 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 王对萨都说 你将神的约柜台回城去 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必使我回来 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 同若他说 我不喜悦你 卡纳 我在这里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带我 你不是先见吗 你可以安然回城 你儿子亚西马斯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 约纳丹 都可以与你同去 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 等你们 报信给我 于是 萨都和亚比亚他 将神的约柜 抬回耶路撒冷 他们就住在那里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一面上一面哭 跟随他的人 也都蒙头哭着上去 有人告诉大卫 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中 随从压沙龙 耶和华呀 求你是亚西多夫的计谋 便为鱼拙 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 见亚西人护筛 一幅撕裂 投蒙灰尘来迎接他 大卫对他说 你若与我同去 比雷追我 你若回城去 对亚沙龙说 王啊 我愿做你的仆人 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 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 这样你就可以为我 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 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 岂不都在那里吗 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 就要告诉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 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 亚比亚他的儿子约纳丹 也都在那里 凡你们所听见的 可以拖着二人来报告我 于是 大卫的朋友护筛进了城 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 撒末尔记下第十六章 大卫刚过山顶 见米菲波社的仆人喜巴 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 驴上驮着二百面饼 一百葡萄饼 一百个夏天的果饼 一匹带酒来迎接他 王问喜巴说 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 驴是给王的家眷齐的 面饼和夏天的果饼 是给少年人吃的 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 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 喜巴回答王说 他仍在耶路撒冷 因他说 以色列人今日 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 凡属米菲波社的都归你了 我叩拜我主我王 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大魏王到了巴护林 见有一个人出来 是扫罗族姬拉的儿子 名叫世美 他一面走一面咒骂 又拿石头砍大魏王和王的臣仆 众鸣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世美咒骂说 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哪 去吧 去吧 你流扫罗全家的血 皆许他作王 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 将这国交给你儿子压沙龙 现在你自取其货 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 西路亚的儿子雅比塞对王说 这死狗岂可咒骂我属我王呢 求你让我过去 割下他的头来 西路亚的儿子 我与你们有何关赦呢 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 你要咒骂大魏 如此 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 我亲身的儿子尚且寻锁我的性命 何况这便雅敏人呢 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 就施恩于我 于是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 世美在大魏对面山坡 一面行走一面咒骂 又拿石头砍他 拿土扬他 王和跟随他的众人 疲疲伐伐地到了一个地方 就在那里歇息歇息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 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 大魏的朋友雅基人护筛 去见亚沙龙对他说 愿亡万岁 愿亡万岁 亚沙龙问护筛说 这是你恩待朋友吗 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 不然 耶和华和这名 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 我必归顺他 与他同住 再者 我当服侍谁呢 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 我怎样服侍你父亲 也必照样服侍你 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 你们出个主意 我们怎样行才好 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 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 你可以与他们亲近 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 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 于是 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 支搭帐篷 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与他父的妃嫔亲近 那时 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 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 他昔日给大卫 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 都是这样 加拉太书第四章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又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寺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 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 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 月份 节旗 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 是枉费了功夫 弟兄们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你们知道 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没有轻看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 在哪里呢 那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 弯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 做见证的 如今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 却不是好意 是要离间你们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在善事上 常用热心待人 原是好的 却不单 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才这样 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行 在你们心里 我巴不得 现今在你们那里 改换口气 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然而 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一约是出于西乃山 生子为奴乃是下甲 这下甲二字 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 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因为经上记着 不怀孕不生养的 你要欢乐 未曾经过产难的 你要高深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 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诗篇 第六篇 大卫的诗交与林长 用思弦的乐器 调用第八 也和华呀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 惩罚我 也和华呀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也和华呀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我心也大大的惊慌 也和华呀 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也和华呀 求你转回 打救我 以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 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 有谁称谢你 我因哀恨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床榻飘起 把褥子湿透 我因忧愁 眼睛干瘪 又因我一切的敌人 眼睛昏滑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 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 大大惊慌 他们必要退后 忽然羞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